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 如下几个议题 第一个是香港的明报 今天报道 二十大后国家政党领袖 成为宣传的定势 领袖人民领袖 将来会越来越多的用到 另外今天在这个明报的报道里面 一个不寻常的就是 里面提到了 而且引述的是 中共的军方高层 表示高层已经达成了 高度的共识 希望在习近平当政的时间内 来解决台海分治的议题 稍后为各位观众 着重的介绍 另外一个让我们关心的是 中国还会 还在这个南太平洋 再下一城吗 吉利巴斯退群 美国跟澳大利亚都非常忧虑 最后我们来关心上海市民 再度的担心 再度的封城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 这个有关于二十大 以及台海相关的议题 香港的明报就报道指出 习近平在二十大将继续的连任 而除了此前的党的核心 军队统帅之后 他也将正式的冠上人民领袖的称号 所以国家政党领袖将在未来成为宣传的定势 另外也有在这个报道里面 还访问了这个中国的学者 这个中国的学者对明报表示 这个即使将来习近平不担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 但作为领袖核心 只要他活着 他的影响力就是第一位的 明报的报道还指出 把习近平称作领袖 并不是出自于近期 比如说在最近从广西党代会选出 习近平当选了这个党代表 并不是从这个最近才来的 是2016年的10月 18大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为党的核心之后 2017年7月 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 举行的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会上 习近平第一次被冠以领袖的称号 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表示要求全京牢记领袖的嘱托 统帅的号令 那这个明报的报道指出 在2017年的时候 领袖的称号并未流行 但全军统帅由此确认 明报还引述了一名北京政情观察人士 表示在20大之前 所有的党政系统的权力架构都会调整 而且都已经为习近平长期执政做好铺垫 而另外一名有军方背景的人士表示 大家注意这个用词 武装力量 当然指的是军方 武装力量有高度的共识 希望在习近平掌舵中国时 解决台海两岸分治这一重大问题 该人士表示 实现两岸统一 人民领袖这一称号 对习近平而言也将实至名归 目前这个报道还表示 宣传领域已经进入了20大时间 人民领袖爱人民 人民领袖人民爱 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等口号 已经见次的展开 才上任不久的新华社社长 傅华提出要求 推动核心报道 天天见天天心天天生 作为意识形态的重地 中宣宣部部长 也由习家军要员政治局委员黄坤明兼任 大家也知道黄坤明也是习近平在福建的老部下 宣传系统的知情者向明报表示 跟十八大后六中全会习近平获得核心称号前 地方官员较为拘谨的表态不同 二十大后领袖的尊称将流行开来 那这个知情者告诉明报表示 这并非中共中央宣扬个人崇拜 而是因应国内外局势变化 党政军民有高度的共识 另外这个也跟各位观众提 这个里面明报特别点出了 尤其是在这个七一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以后 明报的报道特别点出来台海议题 刚刚提到了这个武装力量有高度的共识 那我为各位观众介绍 在七月七号七七事变八十五周年 当天也发生了一个跟台湾台海局势相关的 也就是这个人民预报刊发了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撰写的四千字的长文 这在二十大之前也值得留意 特别是在七月七号当天 而且在人民预报刊发了 在新时代新增程上奋力推进 祖国统一进程这篇文章 那刘洁一特别的用这个全景式的笔法 来解析所谓的新时代 因为他也提到了新时代 现在二十大之前 很多东西都关于新时代 所以刘洁一也提出来这个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从历史从理论从实践三个面向 论述了当前这个推进统一台湾进程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这个以前的这个关于台海的论述 比较强调和平发展 现在因为国内外局势的跟改变 现在这个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大家也知道他以前在联合国有变这个被称为天团 这个联合国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那他里面就特别提到推进统一台湾的进程 新时代推进台湾统一的进程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铺垫 另外一个我们从最近的一些时事发展来看 这个所谓的武装力量形成了高度共识 这个实际上也有蛛丝马迹可循 第一个就是在今年以来 中美最高层的对话里面 习近平每一次跟拜登会面就会提到台海议题 而且呢就会说如果美国没有处理好台海议题的话 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这是其一 第二个就是在近期在新加坡发生的 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跟美国的国防部长 会面的时候也特别的提了台海议题 甚至那一天的美国在双方的这个会面以后 美国的彭博社还披露这个中国的军方在近期不断的向美方的军方强调台湾海峡非国际海域 另外中国的外交部也跟进也特别提到了 我跟各位观众也也介绍过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当时也特别提到台湾海峡非国际海域 中国享有主权 这个管辖权三种权力 另外呢 中国外交部近期也一直在强调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维系中美关系的护栏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透过明报今天的这个报道也显示出来 这一个武装力量具有高度共识 这个可能不是道听途说 而一旦有了这一个共识以后 问题就比较拉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因为现在这个台海局势越来越 怎么讲 好像被逼的一定这个原来的议程没有那么急 被逼的往前走 包括这个最近的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非国际海域 以及呢 这个包括日本首相 原来首相安倍提出来 这个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的话 这个就跟这个美日要联合起来都有关 所以台湾也派出了这个副总统赖清德到日本去 凸显了就是这一个僵局 现在各方面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外持内章的一个环境 所以今天明报的这个报道不仅是介绍这个二十大之前 这个宣传口 国家这个政党领袖 以及这个人民领袖的这个来源 更加的凸显了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 所以明报的这篇报道可以说是相当重要 其中提到武装力量具有高度共识 希望在习近平任内能够解决台海分治的问题 那我们再透过新时代 就是刘洁一在7月7号卢沟桥事变的时候 写的这篇文章 已经对于整个局势有所铺垫了 这是为各位观众这个重点介绍的 另外中国在南太平洋再下了一层吗 其实这个吉里巴斯 他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独特 他刚好是在太平洋可以说是终点的地位 他离夏威夷大概有3000公里 那你也可以说他是东太平洋 你也可以说他是西太平洋 你也可以说他是北太平洋 你也可以说他是南太平洋 但一般归类如果真的要归类的话 比较倾向于归类成南太平洋 那吉里巴斯的总统就日前的就宣布 他会离开太平洋岛屿论坛 那这个区域的组织的领导人 从这个星期开始在北济举行关键的会议 一直开到7月14号 那所有这个太平洋岛国的这些成员 希望吉里巴斯能够改变想法 而且他们怀疑吉里巴斯是因为2019年 吉里巴斯跟台湾断绝了关系 跟中国重新的建交 那他们怀疑其他的成员怀疑 吉里巴斯被中国的魅力攻势拿下来 那外电今天也有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代表拜登参加这一次会议 那吉里巴斯离开这个太平洋政治跟经济论坛组织 也引起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不安 那太平洋岛国日前都召开会议 来讨论区域的重要议题 其中包括这个气候变迁 这个地区的海平面上升 他们都非常的担忧 那吉里巴斯总统呢 在7月9号给这个论坛的组织秘书长的一封信里面表示 说这个吉里巴斯退群立刻生效 而且还为吉里巴斯这个主权的决定辩护 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参加这一个论坛的一个国家叫帕劳 其实帕劳是帕劳是马来话 这个密克罗尼西亚那边 其实不晓得为什么也用帕劳 帕劳就是岛的意思 这个帕劳他当时就退群了 那帕劳他称他们支持的这个候选人呢 竞选失败呢表示失望 也就是说帕劳当时他退群的原因是因为他支持这个论坛秘书长这个人选呢 并没有成功 所以帕劳就退群了 也某一个程度也显示出来 在这个区域这么多的在南太平洋岛屿的这些国家 其实内部的一些矛盾 是我们不常关注他们所不知情的 所以帕劳他在2月就已经退群了 那现在这一次是吉里巴斯 所以整个的局势呢 也引起了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忧虑 所以美国副总统贺锦利才会参与这一次的会议 那另外呢 这个太平洋论坛呢 是成立于1971年 他在官方的网站上面说是有18个成员 除吉里巴斯跟帕劳两个退群以外 他们有澳大利亚 库克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斐济 法蜀 法蜀 玻里尼西亚 劳努 新克里多尼亚 新西兰 纽埃 巴布亚 新几内亚 马绍尔群岛 萨摩亚 索罗门群岛 汤加 图瓦鲁和 瓦努阿图 那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不仅是 南太平洋不仅是 这个非常敏感的区域 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北部 另外呢 也这个跟关岛 跟夏威夷啊 也不会 就是相距来讲的 不 至少在 比跟 就是距离 夏威夷 跟这个距离关岛 相比之下 比较近 所以 引起了中国的 这个出现 影响力 除了索罗门群岛 跟索罗门群岛 谈了一个 有关于训练 紧帮 而且呢 索罗门群岛 在必要的时候 会开放它的港口 让中国的船只啊 进行补给 这个引起了 美澳的警觉 跟忧虑以外啊 今天 吉里巴斯啊 在2019年 重新恢复 跟中国的 这个外交关系啊 决定退群啊 而吉里巴斯 他的总统 表达出来的 这个 意象啊 让 美国跟澳大利亚 怀疑是 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啊 再度的 再下一层啊 所以 为各位观众 也介绍 南太平洋的 这个局势啊 包括 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 会造成 澳大利亚 跟美国 尤其是澳大利亚 跟中国啊 希望能够修复 跟上级不同的关系啊 具有一个啊 一个负面的 冲击的影响 那 这个中国跟澳大利亚呢 最近这个 其实有一些突破 在印尼巴厘岛 举行的G20 是外长峰会上面啊 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外长啊 首度啊 这个 会面 这是 跟上一届啊 可以说是双方冻结了 外交来往以后啊 这个新上任的 澳大利亚外长 也是华裔啊 这个 黄 这个 黄英贤啊 应该是黄英贤 他跟王毅 在这个 印尼碰面啊 那 王毅跟 呃 澳大利亚的外长 碰面的时候 特别的提出了四个要求啊 那现在这个四个要求 广泛的被 呃 澳大利亚的媒体报导 所以新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公开的也表示啊 澳大利亚不会回应 王毅提出的这四个要求啊 而澳大利亚只会回应 自己的国家利益啊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 澳大利亚最高层的表态啊 你可以显示出来 双方的这个矛盾 其实非常难以划起啊 那双方的见面呢 是基本上是在历经三年以后啊 大概有三年的外交冷冻期以后啊 这个黄英贤才跟这个王毅啊会谈 那这个会谈呢 也被很多的这个观察家 视为啊 澳中双方关系解冻的一个契机 那王毅在这次会谈里面表示啊 双方会面是两国稳定关系的第一步啊 王毅还特别提出了四个要求啊 他们分别是坚持视中国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第二个是坚持求同存异的相处之道 第三个是坚持不针对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第四个是坚持构建积极务实社会的民意基础啊 那可以说坚持构建积极务实社会民意基础也是 一有所指啊 指的就是说 他影射前任的这个 总理Morrison 还有他的国防部长 现在也是反对党的这个党首啊 达顿 那个不断的放话 攻击啊 中国 那对于社会产生了对中澳关系不良的影响 也就是说 昨天我还跟各位介绍过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整个民意啊 这个可以说是对于中国持有非常的不友好的态度 所以阿尔巴尼斯他特别的回应王毅的提出的四项要求 他表示他不会听中国媒体说了什么 关于双方的会议 他会听取黄英贤的报告 黄英贤说了什么才重要 最后让我们关心就是 中国的经济发展跟疫情啊 那上海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封城啊 这一次再传出有这个确诊的病例啊 那全员啊 大部分的这个区域啊 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啊 所以上海再次的拉响了防疫的警报 那上海市民在冒着酷暑啊 这个开始开展这个核酸检测 但是呢 因为担心再次遭到封锁 很多的上海市民开始囤积物资啊 而在中国的其他的城市呢 也陆续出现了这个疫情的反弹啊 我记得大概一周之前也跟各位观众介绍过 整个长三角都陆续续传出了一些确诊 所以同时呢 上海的卫健委呢 也宣布了放松对进口货物的防疫检测啊 那这个上海今天呢 就有大批的民众啊 在酷暑中等待做这个核酸检测 他等于说三天之内要两检 经历了大概持续两个多月的上海啊 他在几周前才刚刚的解封 现在呢这个疫情呢又传出来这个有人确诊了 所以很多被关怕的上海市民啊 他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啊 也再次的蔓延 而就在几天前啊 上海官员也通报 出现了一例的Omicron 他是BA.5啊 这个是最容易传染的变异株啊 也在上海出现了 这个是境外入境关联的这个感染者 所以有人确诊 而且是BA.5啊 这个变异株啊 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了 让上海市民再次的紧张啊 那在封锁期间的这个团购群啊 立刻又活耀了起来 也有些人呢 这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立刻就这个立马去了超市啊 抢购物资 那今天今天的这个核酸检测呢 是在上海16个区里面呢 超过一半都要进行的 那当然呢 这个上海现在天气啊 像火炉子啊 这个在阳光照射下 气温可能超过40度啊 所以这个让身穿这个防护服的 这个医务人员啊 包括民众啊 对这个酷热天气啊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挑战 那在中国的这个证券的分析啊 包括野村证券 还有其他的这个证券分析都都估计啊 就是截至这个最新的时间啊 中国现在有31个城市啊 现在正在实施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啊 远远的高于一个星期以前啊 只有11个城市现在变成31个城市啊 增加了20个城市 这个又继续的凸显啊 在20大前啊 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 那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将在这个星期五公布啊 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 给经济活动带来非常严重的冲击啊 上海第一财经研究院 他在星期一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啊 有17位中国经济学家 对于今年第二季度啊 GDP的增长预测 均值是0.94% 还不到1%啊 远远的低于第一季度的 4.8%的经济增速 所以本来中国今年预测 要达到5.5%的经济增长率啊 现在第一季度是4.8% 即将在星期五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 我们虽然不知道 但是呢 有17个经济学家 共同做出了一个均值的预测 是还不到1%啊 所以4点上半年啊 一年有四个季度 上半年第一季度4.8% 第二季度不到1% 对于5.5%这个目标来讲 非常非常难以达到 这也是对于中国的整体的经济 整体的社会稳定 造成一定的冲击啊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